何春瑞的開場 1993年 詩季欽當年寫的那兩本書 其實何春瑞應該都是有參與的年代 而且也就在不久之後 他馬上出了一本 豪爽女人 我們就請何春瑞現身說法 豪爽女人20年 謝謝 今年豪爽女人 女性主義女性解放 書版20年 我從黃邦出版社拿回來了 版權全書上網 提供給廣大的群眾閱讀 不過人總是要回頭看看 自己留下的痕跡 這本書曾經或者仍在 對這個社會形成怎樣的意義或者衝擊 我留給別人去說 但是就這20年來我個人的觀察和經歷 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些看法 是時候回頭看豪爽女人了 特別是在彎彎事件之後 如果你對彎彎事件有任何的懷疑的話 你需要回頭去看豪爽女人 1994年已經把話講完了 1994年我其實同時在寫三本書 這三本書現在都在網上 豪爽女人和不同國女人是1994年秋天出版的 性心情則一直寫到了1996年才出版 我用不同國女人的社會分析來發展一個比較寬廣的 性別視角 然後用豪爽女人的文化分析來宣示當時急切需要的一個 女性主義情侶解放立場 性心情則是用八個女人的對話來說明 我之所以採取情侶解放立場的前因 當然那個時候我沒有預料到豪爽女人之後會帶來我被排擠 放逐的後果 主流女性主義者曾經批判我 特別是在豪爽女人這本書裡 是一個唯性女性主義者 意思就是說我只看性不看性別 所以才會提出來像性解放這樣一個不顧女人危險的例子 可是其實說真的豪爽女人的核心分析架構 徹頭徹尾的是一個以性別 而且是性別二分作為基本架構的分析 我用兩性的身體情欲賺培邏輯 如果你不懂這個名詞是什麼 你需要看豪爽女人 這是我的理論 我用兩性的身體情欲賺培邏輯來指出 在和性相關的事情上 我們的文化設定了男人不管怎樣都是賺 而女人不管怎樣都是賠的一個文化和心理邏輯 而我認為這個不平等的情欲邏輯 女人放在主動的占有的征服的也就是賺的位置上 而女人放在被動的被掠奪的被掌管的也就是賠的位置上 然後再在男人和女人中間建立起一個冗長 複雜的討價還價的過程 大家就是求偶過程 因此在這個賺培邏輯 她是女人在追求情欲身體 以及其他方面解放的過程中 要打擊的頭號敵人 背後的一夫一妻單偶制度 更是其中的元凶 我在這本書裡面的分析 關注的是兩性在情欲自由和自主上的不平等 是一個很標準的女性主義分析 除了集中談性這個話題 在當時台灣的脈絡中還有點心影之外 其實結構上來說 這本書寫了一個很老派的分析 它並沒有致力於開展性的多元或性別的多元 它並沒有處理認同的複雜和遊誼 它甚至沒有性工作性接續的眼界 更對愛滋和防治表現出了一個極為有限 而且工具性的認知 畢竟這本書寫於1990年代初期的台灣 Gail Rubin的Thinking Sex 同志理論 酷兒理論這些論述 當時都還沒有現實中的征戰 辯論 運動 來提供產生實際用途的過途 因此我也只是用一個很素樸的 左翼的女性主義的分析 來針對當時盛禍成上的性格力征兆 提出一個積極介入的論述 我很直面地認為 當這麼多異性戀女人都已經踏入 被社會非裔的情侶實踐 如今又彎彎 卻還只能沉默羞愧的背負污名的時候 例如像現在還是到處要道歉 女性主義非得有個說法打開空間不可 而這個說法必須架構在 整個社會文化的結構分析上 從主體如何被調教成為這個性別不平等 結構的承擔者的整個過程 來揭示女性情侶革命在整體 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必要性 很重要性 從此刻台灣對於多元認同和權利 權益的狂熱來看 豪爽女人在性別和性上分析 都是很局限的 很二元的 很單薄的 但是我也必須指出 豪爽女人當時所針對打擊的 是保守性道德的性別假設 更是霸佔了發言權的醫學和性教育專家們 當時社會規訓的核心 正是那些逐漸在情欲上越界的女人們 依此豪爽女人所代表的這個殊死戰 所關切的並不是認同 也不是權益 而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談 女性主體的養成 文化的調教 情感 心理等等 在性的道德價值上 想要企圖根本去挑戰我們所熟悉的安全感 和道德感 想要高亢的涉嫌 進入被放逐 被污名 被懲罰的疆域 以凸顯社會規範的強制和殘暴 這也是我們二十年來從來不棄手邊緣 堅決的和火車趴 跨帶鏈 通姦劈腿 色情性工作站在一起的基本立場 現在大家朗朗上口的認同權益 都是在豪爽女人之後的運動發展中 逐漸被強化高舉成為運動和論述的核心 認同和權益所要求的 是正義可敬的資源分配和分享 而不是豪爽女人所彰顯的 囂張攪擾不甩規範混亂體制 就歷史的發展來看 豪爽女人當然是和運動的主流路線 格格不入的 這本書的主要論點和目的 不被大多數人看見或看懂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二十年後 當婦女運動同志運動都以認同和權益 作為主要推動目標的此刻 我野人獻酷式的再度把豪爽女人放到眾人的眼前 其實是想要提醒 以認同和權益為核心的思考 往往聚焦的是改變政策 要求接納 教育宣導 分享資源 甚至提升個人的機會和名聲 而很少是徹底挑戰自我與眾人 常言就習以為常的身體情感和道德判斷 很少是真心努力的 跟那些大眾覺得當然應該鄙視 或者不以為然的主體與實踐並肩作戰 也因此很少堅守並積極支持 那些已經與主流明顯背道而馳的思想與價值 從蔡玉玲到彎彎 是你知道的 那叫什麼心劫 李心潔的先生一樣 火車媽事件 以及前前後後的眾多性爭議 都一再的測試 也暴露了運動對於主流思考和主流價值的缺乏抵抗和搅擾 最後我想說 只籠統地批判體制保守 批判大眾無知 認為歧視和壓迫只存在在別人身上 要求體制積極地保護尊重自己 立法懲罰和限制別人 而不先透過與邊緣結合 來改變自我 挑戰自我 驅逐體制內化於我們自己裡面的習慣 情感 價值 語言 這樣的運動 是不可能真正天翻覆地的 運動被收編 被外包 甚至自滿地與體制合流 分享治理的權利 也就是可以預期的結果 只有這一點而言 我認為豪爽女生 豪爽女人的繼續發生 還是絕對的必要的 謝謝 謝謝